所以最近有人在微博上讲句话 说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在中国尚未良性发展都以恶性膨胀 我们很多行业都这样 我们很多行业都这样 而且我刚还没讲完讲印度电影 因为你们看过去年有一部电影 在大陆也很火的 三个白痴 三傻大闹 我看了 你看这个电影 它其实是这样 它有很多很粗躁 它有很多很胡来 你甚至觉得有点像港产片 但它好看 它是由80年代香港那种笑片的深猛 但是它是有社会的一个意识跟想法在里面 对教育的批判 是一项疯狂的石头那个类型的 还没那么怪 疯狂的石头还带点另类 它真的是商业电影 所以我都认为 不要小看背后的技术 包括搞笑也是功利 当然 喜剧的功利 包括咱就说这复联复仇者联盟 对白这个编剧 它的编剧都是分工协作的 比如说可能有一个编剧 专门负责润色小幽默 小笑话 你知道吗 那么它的最后水平高了以后 你包括这种喜剧片 什么三傻大闹 保莱坞 我觉得现在是有这么一类电影 就是说 你要按照你们电影专家的角度去衡量 也许你能发现很多茅草或者很多问题 可是不用否认的是它好看